凌晨花蓮这出路口 一辆百万名车 就这样突然撞进入口店内 仔细看百万名车为何撞电 原来是为了闪车因此失控 由于速度实在很快 看看导致民载铁门整个被撞毁 百万名车也因此被卡在屋内 获保有民众不服警方规劝 警方随其出动快打部队 前来支援 原来车祸发生后 百万名车上三人 仅受些微的擦挫伤 事后车主联络十几名 有人前来关心 想要进到店内 把车里投的东西给取走 被警方劝阻不服反抗 警察远警发生拉扯 推迹冲突叫嚣 别的警方甚至一度拿出辣椒水来贺阻 车祸发生以后 招事者十多名有人前往关心 其中秋信男子 等人试图闯越封锁线 并且在以现场处理的远警 发生推击跟拉扯 远警部分来讲 我们代班所长在手跟脚 还有脸部 都有因为逮捕的时候 发生有一些遁伤 擦伤 最后这些男子 全被警方支援的快打部队给制服 三人被带回警局 并依妨害公务罪先征办 解决几条言静语 华联报道